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简称就叫宽屏天线 就是我们一个天线做出来 我们希望它能够适用于很多的频率 不像这个直线的天线 严格说起来那就是一种频率可以适用 那么换一种频率呢 那么它的长度跟颇长的比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现在希望说能够做一个宽屏带的天线 宽屏带的天线呢 我们介绍的有两种形态 一种叫做频率独立天线 frequency independent antennas 以及对数周期天线 lock periodic antennas 那么我们从这个天线是半坡长的天线 不是半坡 就是直线的天线 那么它的天线模式是这个样子 我们就发现它的模式跟什么有关呢 跟天线的长度2h与颇长有关系 跟这个有关系 那么 所以说像这种天线 它只适合于比如说这种破长的频率 如果你换一种频率的话呢 那么它破长就变了 于是呢 它2h与颇长的关系呢 比如说这个就不是二分之一啊 那么它的这个模式 天线模式就不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那么我们希望说 以后能够设计出一种天线 那么我们频率改变呢 不至于影响到 它的规格跟破长的关系 那么所以我们频率改变 也可以得到同样的一个天线模式 那该多好 那么 从上面这个 例子我们就发现 几何形状相似的天线 频率 在频率改变 而不会改变天线长度 与颇长比值的情况下呢 天线的特性 如果都能够维持不变 那么这就是一个宽频的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 想说我们有一种办法 就是说 如果我们有一个 极坐标表示的天线 它的规格 仅仅由角度决定 而不需要详细说明 它的特征的长度 这种天线就与频率无关 就是说你不需要讲它 长度跟颇长的关系 我们只改变角度 那么 所以我们频率可以改变 但是呢 它的这个天线模式 几乎不变 那么我们就用这种 像这个式子 它是表示一种什么样的天线呢 叫做等角螺旋天线 等角螺旋 有时候我们以后我们就 简称叫等角螺天线 等角螺天线 我等等会把图修给各位看 那么 这个R 跟Phi 就是极坐标 极坐标 极坐标就是 我们的圆柱坐标里面 设定Z等于定值的 那个截面上面 R跟Phi的关系 那么其中有几个常数 R0是个常数 A是一个常数 Delta是一个常数 那这个就是设计常数 我们设计它的这个 曲线是什么样子的 好 所谓等角螺旋 是指曲线上所有的点 它的切线与半径向 半径向量 半径向量 是夹角为定值 这个我们从这个画上面 不太容易懂 现在我们看一个图 像这个就是一个等角螺旋 它是这个样子的 你看看 这个样子的 我们按照这个图来画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什么叫等角螺旋呢 我们从这个图上来看 这个是曲线上面的任意一点 我们在这一点 我们在这一点做这一条曲线的切线 然后从圆点到这一点 这个就是它的半径向量 半径向量 切线跟半径向量 所夹的这个角啊 永远保持一个长逐 就是说你在这一点做一个切线 然后从这一点到圆点连线起来 那么切线跟这一条线的夹角 仍然是不散 这个螺旋呢 它都有这种关系 所以我们叫做等角螺旋 等角螺旋像我们的鹦鹉螺 很奇怪啊 我们自然界 它就是一个等角螺旋 还有我们发现 冰岛的低压气旋 它也是一个等角螺旋 等角螺旋像这个 它是两个 它是一个二维的 它是一个二维的螺旋天线 它有两个对称的螺旋背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对称的螺旋背 这两个背的四个边缘 可以有以下的关系是 予以限定 像这个 比如说我们拿 这个好了 这个 这边的话呢 这一条 这一边的螺旋 我们用这个来代表 20 exponential 20是一个常数 a也是一个常数 它是根据phi来编 它是根据phi来编 就插了一个delta 插了一个delta 插了一个delta 就说这个 它是phi角 那它就插了一个delta 那么它是按照这个来比 然后再到这一边来的话呢 这个跟这个就插了一个pi角 pi角 好 然后这个宽度 这个宽度 也是同样的这个delta 于是又增加一个 这个宽度 所以 这四个边缘呢 我们用这四个 可以由这四个equation 来把它限定 就是说它的边缘一定按照这个曲线 好 那么 我们说这个天线 它的运作是怎么样运作法 好 天线的电压源 在天线端点 它集起了电流 在这个地方 这是它的输入的这个电压 集起了电流 然后这个电流呢 就圆着两个被啊 就 往外流动 这里有电流 它就流动 流出去 这个也流出去 直到有最大辐射的区域 因为你有电流出去啊 电流 出去 它就会产生这个辐射了 产生的辐射到最大的这个 辐射区 从电流我们还看不出来 我们看这个 电厂 它有电流的话呢 电厂往外流啊 它所构成的电厂呢 也逐渐的往外 往外 建立它的电厂 好 电厂 建立了 比如说 这是两条被 两条被 它穿到这里 它的电流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如果这个被跟这个被 这有电厂啊 它当中的距离啊 正好是二分之一波长 半个波长的大小 半个波长的大小 它 在这个导体跟这个导体的 边缘都是零嘛 所以这一定是个波幅 那么这就是一个 二分之一波长 产生共振 产生共振的话呢 这一点产生共振 它旁边这个就不会共振了 因为它不是二分之一波长啊 所以在这一点产生的这个 这个电厂就特别大 所以它的辐射就特别大 那么 在这个 这一点以外 比如说它在这个地方产生 产生 产生这个 最大辐射 好 那我们就把 把这个厂 这里有 这里也有嘛 把这个地方把它接断嘛 它外面就没有了嘛 外面这个 不是公正的 所以影响很小嘛 所以我们把它截断呢 好像也没有关系 因为它最大共振区在这里 所以说 像这样的一个螺旋呢 它会在某处产生一个共振 这个共振跟频率有关 所以你换一个频率的话呢 它可能共振区改变一下而已 共振区改变一下 那你这个天线的大小 我们并没有改变啊 并没有改变啊 只是说 这个地方共振 这个地方 这个区域 以外的这个区域 产生的这个 电场影响就很小啊 因此呢 所以 我们说 像这样的一个螺旋的天线啊 那么我们频率改变 它只是产生共振的位置不一样而已 那不会改变这个 这个天线不要换一个 OK 那 所以 它说 如果将运作频率增大或减小 仅仅使得 辐射区域 圆螺旋背 向内 或者向外移动 而用波长表示的有效 辐射孔径啊 并不会改变 所以 因为有以上的这种现象 就是说 我频率改变的话 那么它 共振点会 向外推或者向内推 所以不会改变这个 自动的 它自动的这个万情 自动伸缩 所以 就等于它的有效规格 会自己再改变 不需要我们换一个天线 使得天线的模式 跟阻抗 保持一定 几乎跟频率无关 天线的模式 我们倒很容易倒 那么 阻抗 保持一定的 那这个 我们就看看这个 这个就是 天线的辐射阻抗 辐射阻抗是怎么算法呢 它是由这个 Average Power Density 来算 Average Power Density 乘上这个 面积 然后 这个Power Density 又从电厂跟H厂 2分之1 电厂乘上H厂 Star 你看 这个里头就 像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偶级的 半波偶级天线的这个 它的这个模式 天线模式 就是说 H跟E厂 就是它 都有天线的模式了 你什么天线 不一样的话 这个模式不一样了 所以呢 从这个模式来算这个 总的 天线的功率 那算出来是 说这个功率就等于2分之1 i平方 R 那这个就是 天线的 它的这个 电阻啊 主抗 它的主抗 所以 这个主抗呢 是跟这个模式有关 OK 所以这个地方就讲说 我们 改变频率的时候 天线会比照 比例 照比例 自动伸缩起 有效的规格步骤 而使得天线的模式 跟主抗 保持一定 OK 说明这个 最后有一段这个 在这里说明 那么这就是 宽屏的一个 它的一个 基本的 基本的概念 两个等 等角螺旋天线 它产生的这个 电磁波 是一种圆平整波 那么 频率改变的时候啊 辐射模式 将绕作 垂直与螺旋的 轴 转 转 这个是 这是螺旋啊 这个轴就是 就是 从这里 我们垂直进入紫面 一幕 或者垂直从 一幕出来 那跟这个面 垂直的这个 跟这个 跟这个 轴垂直的面 其实就跟这个面 一样的 那么 它所产生的 圆偏正 你 你一下子 移到这里 一下子往外推 它产生的模式呢 也会在那个地方 转动 OK 也会转动 但是真的要达到 与频率无关的条件啊 我们发现这个 螺旋被啊 去延伸到 无去 无限圆 但是我们 没有办法做到这个了 但是差一点呢 差一点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啊 好 像上图 等角螺旋天线的辐射 主波半 为宽边形 就是 我们 我们 看这个也可以啊 它这个 它产生的这个 主波半 是一种 宽边形 宽边形 分布在平面的 两侧 分布在平面两侧 这个现象 我们是 不希望有啊 那么如果将 等角螺旋 对称的两个背 把它包在一个圆锥 圆锥表面 包一圈 就说你这个 我们弄个圆锥 然后这个 正好 就覆盖在这个圆锥的表面上面 那它就变成一个锥形的了 那么可以产生 单一指向的辐射模式 它的主波半 落在锥顶的方向 这个我们只是做一个介绍啊 并没有 没有真正的去 去计算 这个真正计算啊 不简单啊 它的模式仍然为宽边形 大体呢 仍为圆篇正 好 像这种平面螺旋天线 及锥形的等角螺旋天线 它都可以设计成 能够包含有三十个不同的频率 它的频率可以改变三十种之多 好 然后有一个问题说 宽平天线 可不可以设计成为线篇正 而不是圆篇正呢 好 对于这个问题啊 有一项的研究啊 结果它获得一个 一种不特类别的宽平 线篇正天线 它变成宽平的线篇正天线 这个天线我们称它叫做对数周期天线 基本对数周期天线 我们就看到十一-三十图 好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基本的对数周期天线 它有尺状物 你看这个 这个都是导体 导体 金属导体片做成的 这有尺状物 好像牙齿一样的 尺状物 但是你看这个尺状并不是 不是一个对一个 它仍然是螺旋形态 好 这些尺状物啊 它做不连续的分布 为什么不做不连续的分布呢 它是要 它的作用就是将最大的辐射 局限于该区 使得电流在该区域之外围快速的减小 它有尺状物的话 它有尺状物的话 像我们刚刚讲 这里有这个 有电厂 这里有电厂 那可能它会 在这里会产生这个 这是两条 好了 其实是等于两个倍一样的 那么它会产生 共振嘛 于是这个 最大的 共振区 就留在这个 这里 或者这里 或者这里 好 那么 电流或者电厂都一样 在这个区域的外围啊 快速的减小 它作用就是这样 留在这个区 把最大辐射留在这些区域 好 这些尺状物的长度 你看它长短不一 对不对 它是 长度 怎么决定呢 它是 这个尺状物 跟这个 边缘 这个是导体边缘 这个 一条线是圆半径的方向 从这个 圆点开始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你这样连下来也是到这个 圆点 然后 就是这两条 线 决定它们的长短 并不是 它还是有一定的规律了 并不是这个 这个 长短 乱七八糟 不是 好 最强的辐射 最强的辐射 约在尺状 尺形 条状物 长度为 四分之一 颇长之处 好 那么现在我们看 决定相邻 两个尺 二尺 边缘 边缘间 间隔的大小 我们可以由 这个是 等背 等角螺旋的 它这个 公式 我们可以从这个公式 来算出 图 我们看这个图 rn 是这个边缘 那么 这两个是 不同组的 螺旋 这个是 rn加1 rn加1 那么 rn加1 比较短 如果rn加1 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么rn呢 正好是怎么样 它加一个2π 对不对 它 等于它 转了一个 转了一圈 转了一圈 过来 增加2π 是这样子的 2π 这两个比值 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通通月调 就剩下 exponential 就在分母 就是-2πa 我们另这个 因为这个是一个什么 periodic 周期性 它就跟着π来变 那么 这个比例常数 它是一个设计来用 设计用的 你这一个 这个 和一个2π 差不多是多大 运作频率改变的时候 就是说你频率如果改变的时候 齿状物 跟着改变 齿状物是长度 相当于一个坡长的部分长度 用坡长作为 长度量度系统 坡长量度系统 我们知道很有用嘛 那就不要详细 摘在长度的规格是多少公尺 就是 长度跟坡长 是 你整个长度是 一倍的破长 或是半倍 二分之一破长 等等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拥有这个 宽平带的性质 不需要改变天性的大小 这种它会自动的改变 好 这是频率 说 好 当我们这个结构是无限大的时候 天线运作于某些整数频率 整数频率 这都是整数的频率 会有相同的特性 这些频率与参数间的关系呢 是这个关系 这个关系 这都是整数 Fn 如果你这个 变成Fn加1的话 它有这个关系 我们把这个关系用logger 把它展开的话 变成这个样子 在整数频率 Fn与Fn加1之间 天线特性 有某种程度的不同 某种 它多多少少有些不同 但是用频率 对数值 绘图的时候 这个曲线呢 成为周期性 像这个 它成为周期性 一个周期等于这个 所以我们就把它命名为 对数周期天线 对 那么我们再看 对数周期天线 除了可以用金属片制成 刚刚那是用金属片做的 也可以用金属线 以及金属管 造作切割的图样 凹成 理论上金属片 厚度跟金属线的直径 当然这也包括金属管 必须根据这个式子来 来改变 有这个关系 R N加1 R 刚刚我们说它是等于什么 等于 等于 等于这个 看看这个 你看 等于 线性增加 就是它的直径 跟薄片的厚度 也要根据这个 就是说 随着输入点的距离 呈线性增加 它就是说 你这个输入点在这里 电流的输入点 那你这个直径呢 跟这个直径的比值 就要随着这个距离 来增加 这个怎么样 跟距离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就是 还是有这种的关系 应该从这里开始讲 好 随 随距离 点 随 随 随距离输入点的距离呈线性的增加 当频率子要求很严格的时候 这种考虑非常的重要 就是说 你这个粗细啊 要不一样 要随着这个关系来改变 那么这种天线的发射的频率 也是可以 范围 可以有三十种的这么快 上面这个就是 十一带是三十 这个二维对数周期天线 与二维等角螺旋天线一样 它是双向性 就是说它两边都可以 它其实面就跟这个螺旋面一样的了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 天线模式啊 就在这两侧 它是两性模式 就是说 两向性的 那么 这边也有 那边也有 都是对称的 如果将这个天线 从中间对折 成为卸行天线 卸行结构 可以成为单向性 就是说 我们如果把这个 对折一下 比如说我们 把这个 拗过去 它就变成一个追行 对不对 变成一个追行 不是追 追行是一个立体的 这是一个卸行 就是一个尖尖的 那么主播半是朝向 顶点的方向 好 那么这个字 它说明一下 我们没有仔细去 去计算它 如果将上面这个图 二维对数周期天线 把它的牙齿都 就是说 假设没有牙齿 没有牙齿的话呢 我们 看这个图形 牙齿都没有的话 就是这样子的 整片的 整片的 或者你单单看中间 这就好像什么 好像我们 打领带 有时候用领结 领结 当然 领结的话不是垂直的 水平的 好像一个领结的样子 可以用这个时候呢 纯粹就是用顶角来描述 顶角 它再也没有那个什么齿状物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预期啊 只有顶角 你只要改变顶角 多宽 你这个 有多宽 所以 这个 它也是有这种宽平的性质 好 现在我们看 有一种直线的偶集 正列 直线的偶集正列 它是直线的偶集 正列就是好几个这样子的 组成的 对数周期偶集子正列 这个就像这个样子的 这一个一个都是偶集子 都是偶集子 那排起来就是一个正列 那这些偶集有不同的程度 但是它不同的不是很乱 它根据以下的关系 偶集 偶集 有不均匀的间隔分布 就是它的长短 还有它们之间的这个间隔 这个是长短 这个是它的 跟间隔有关 要满足这个关系 我们看这个图 这Ln Ln加1 然后 Ln加1 到这个假想的这个欧点 就是说你把这个 连线连起来 画一条线 跟这一条线 夹在这一点 我们就当作是 把它一个假想的圆点 这就是它的相对距离 这个呢 就是这一条线的距离 这个距离 跟这个 这个笔值跟R的笔值 要等于套 好 我们说这个 这个叫元素Element 元素间的间隔 与元素 对假想的欧点的距离 有以下的关系 距离有以下的关系 那么我们从这个图上 可以看得出来啊 Rn 減到Rn加1 等于D 对不对 等于D 那Rn 跟R 又有这个关系 又有这个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Rn 提出来 这个就变成 E 減掉 套 因为 你提出一个Rn 就是Rn 加1 overRn 就等于套 这个关系 还有就是 这个Dn Dn 是这个距离 Dn加1 是这个距离 这个图上没有显示出来 这个笔值呢 Rn加1 overRn 也等于套 因为这个笔值等于套 那为什么这个笔值也会等于套呢 因为啊 你看 这个 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个也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是相似三角形 对不对 其实它跟这个 跟这个三角形也相似 跟这个三角形也相似 所以它对应边都呈比例 对应边都呈比例 所以 因为有这个关系 好 那么 我们现在说 我们还要一个常数 这个常数呢 就是说你 除了套之外 还要常数 才能够把这个设计出来了 另外一个常数就是说 或者我知道这个阿尔法角 阿尔法角 或者是间隔音子 它定义是这个 Bn over 2ln Bn over 2ln 那它等于kappa 我有证明在这里 证明在这里 那现在我们看这个 二分之一 你阿尔法角的正切函数 就是看这个 直角三角形 它是ln over 2rn 对不对 好 那么 好 那么 Ln加1 over Ln Ln加1 over Ln 它等于 它等于rn n加1 就是直角 就是相似三角形的对应 这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条件已经有了 好 那现在我们看 Ln-Ln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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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式两边处理人 好 那么tangent 二分之alpha alpha 它就等于 二分之alpha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 二分之alpha 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 这一个 这一边 减掉 Ln加1 Ln 减掉这个 被Dn来榻 这个 是用来看 可以看这个三角形吗 这个是 三角形? 这是 二分之一Ln-Ln加1 一个 二分之一Ln-Ln-Ln 1分之 ln 加 1 電源來除 這個可以化成這個 於是就變成這個式子 那麼我們再把這個定義 剛剛講的這個定義 帶進去 那就可以得到 tengent 的二分之 alpha 等於這個 然後你把這個 kappa 把 dn 換成 kappa 就可以變成這樣 所以這個我們證明在這裡 那麼書上只是一句話帶過去了 其實這一步呢 就要從圖上面仔細看 才看得出來 好 現在我們一共有三個禪述 可以決定那個 element怎麼樣子的長短啊 排列啊 他們之間的距離怎麼樣啊 那麼 三個裡頭這兩個是獨立 因為 那一組的 某些天線的 element 元素 必須 是滿足這個關係 還有就是 D n 加1 over d n 也等於 tau 等於 tau 這個我們都前面都倒過了 那我們現在 兩個二式子量測關係 從兩個二式子的量測關係 從兩個二式子的量測關係 我們知道 從這個關係知道 當運作的頻率改變的時候啊 僅僅只改變某一個特殊的偶集 該偶集長度為頗長的某些分數 因為啊 你這個頻率 頻率改變的時候 也就是說 頻率是滿足這個關係 頻率啊 頻率啊 改變的時候呢 它改變了 tau 對不對 改變了 tau 改變了 tau呢 就等於改變了這個 R 改變了這個R的值 改變R的值 那這個 因為這個 很小 所以這個R的值啊 這個比值啊 也是很小 也是很小 所以 你改變的話呢 變得不多 它只是 長度就是頗長的幾分之幾而已 好 那麼 這個時候啊 這三個式子 都能夠適用 都能夠適用 就你雖然有改變一點點嘛 但是還是可以 可以適用 因此 直線偶級正面 會對數周期偶級子 稱為這個 直線的偶級正面 像這樣的排列 我們稱它叫做 對數偶級子 對數周期偶級子正面